有什麼好處? 樂觀很難講 因為我做事情其實還算 聚警 應該怎樣說我 我不會往 負面那邊傷害 聚警的方法是做事情要小心 那負面的意思是說 你本來講 你是想說 我不會贏 那我幹嘛去跑 你知道 聚警的話是 我贏面不大 可是我把所有的東西做到最好 在聚警 遇到男嘉最主要就是有一天我在 我們在美國的學校官網上面 加入在學校他的Facebook 我看到奇怪這個高階的課程裡面 居然有很熟悉的亞洲的臉孔 那因為在美國本校大部分受學者 還是西方人民主就相信他居然是 我自己關注他很久 也算是我們很像男嘉 那經過這樣的了解 他原來他也很早就要受訓 那其他人通過朋友的介紹就開始分析了 那加速賽者就要騎士 他對於我自己的原因 他把我訓練成一個喜歡騎車 可以騎得更安全而且可以更快 因為以前我早期對於摩托來說 他就是一個夢想 覺得他很酷很炫 所以我並沒有辦法真的加入他 那他也是為這樣的一個 大家眾所期待的給我力量 就是已經人家中賽車學校 那一切過程是非常幸福 就是看到了所有的學員的進步 讓他們都非常的開心 甚至我們也把一些四十幾歲的大中英大叔 帶到賽車場 甚至他們也開始參與台灣大賽車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需要的力量 所以我讓大家可以拿到中國來的 這個方式是 決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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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